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大家继续留言在YouTube、Facebook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恒生指数现在是519点到20998点 如果你要想我们说有些重货 其实我可以尝试一下在这里按出来 不过由于还没按 所以就有少少的时间了 因为今天说这些牛熊街货究竟杀成怎样呢 其实今天就正正是杀了一棍的重牛 我们知道不同的卵箱 大家有空自己喜欢看都可以去看 这个网上没有画到一棍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 几间卵箱的网上都会有显示 可以让大家看到 这里是发兴的 大约如果是这个重牛 其中一个重货区就在20900点 看到已经变了灰色了 最多新增 有整个过千张 已收回了 下一个重货区 过千张重货区就要去到20500至20600 还有几百点的距离 现在究竟有没有 是否杀完牛就立刻蛋呢 照看情况就已经不是了 虽然你可以算是今天最低位 碰一碰那里 去一去 穿一穿20900 立刻上回 但如果你说看恒生之租这个小时图 究竟是否真的有蛋呢 都要参考小时图阻力 小时图阻力是21169 旗子 你升不穿21169 都没有蛋 很轻微 整体上大市仍然偏弱 看到金融大鳄 就说政治影响了港股 那就是 所以 首先 我想你无论投资哪个市场都是 其实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尤其是新兴市场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关注的 而这个也是 有一些外资基金可能比较忽略的地方 我想这几年特别显现出来 特别明显 经香港说 招学RIP 这个也是 下跌11% 应该破底 如果你用参考资金 是否先走 会否资金已走 这个应该之前都 已经有去说过 当时都未出这些严重的事 当时只不过是 一来破底 那是否担心内房的债务问题 因为他刚刚原来批了钱给碧桂园 那就破底 那其实已经破底了 那就是 也都是 其实资金已经是 你想想 2月到现在跌到 2月到3月 其实跌得很急 那是一个 资金大举流走借药 那究竟是 会否是这次的风波 今次行先 还是担心 真的纯粹是内房的危机 那的确是 这个方法 是一个可以 避免到这些情况的一个方法 就是 其实破大底 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 那Fianne也有些内营股 在看着 待会再看一看 但整体的板块上来说 今天都有被他拖累到 都有上榜跌 公行跌1% 其他就 建行跌2% 由薯康 今次有上榜 今天就没有上榜 现在下降了 那么 中国银行中银 那 它升到少少 但是都是升0.3% 那整体上来说 你见到整版都是红色的 那跌得最多就是 招行 那接着就是 美团跌5% 整体上都是 科网股继续 药名生物都跌5% 安答也跌5% 那你说这些 会不会全部都要关这个 政治事件的事呢 那当然都会关事 美团和饿了摩那边 今天都有被约谈 也都会关乎一些封城措施事 比如安答这些 始终它是 体育零售的品牌 那它就 无论在那个 供应链 就是它的生产都会瘦了 现在很多的厂都停了 那它是客户端也都会瘦了 那些人消费育的 未必那么强 那然后出不了街 那甚至是 网购了 网购了 那麦楼都瘦了 那真的搞不定了 那不过好在呢 都开始有些正面一点的消息 是出来的 就是譬如 之前呢 说到很多车企 无论是 无论是一些 做研究分析的人士 还是一些业内的人士 都会说 现在他们的生产都面对了很大的问题 因为全部都停工了 那现在呢 主要是因为上海封城的影响 那现在呢 好在就是 就是因为呢 因为呢 上海封城的 搞到大家停工了 但现在TESSA终于都复了工了 那它就是采取一个 闭环息管理 那些工人就没得出去的 而未有宿舍那些呢 就要睡睡袋的了 我见到现在的消息 就是说内地一些 一些比较重要的厂房 那都是去用这种形式 就是闭环息管理 入了去就不可以出去的 那要遵守防疫措施 那就可以做到一个复工了 那TESSA还说有津贴工人 津贴工人 津贴工人 四百元人民币 还有一天三餐的 又说 区内呢 要睡地板的 但是呢 区内就有沐浴 用餐区 每天要量体温两次 那 每天洗手四次 正常应该不知洗四次的 总之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 那去防止里面有一个的疫情传播了 那起码就见到有一些的可以服到工先啦 不过呢 如果制药方面呢 有些的药企高层就说 就在我现在的防疫政策之下呢 复工企业在物流供应方面都遇到很多的障碍的 甚至连收取订单和账款都有困难 那这个问题就有待的政策的进一步缓解啦 那这个都真的要等 等相关的一个缓解啦 那今天呢 除了有一些涉及了这些相关的 譬如是招行啊 或者是科网啦 那就还有这一系列的呢 那都还有医药这个版块的 因为呢 国家医疗保障局就说呢 会继续降低疫苗核酸检测等的价格 那多只的医药股就下跌啦 包括就是2196伏星跌5个百分比 那2359若名康德就跌4个百分比 那还有1099国药 少一点就跌1个百分比 那因为现在呢 就是医保局党组呢 在这个2022年第八期的刊法处名文章 就说呢 就说呢 要去继续降低疫苗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和治疗药品的价格 减轻防疫的负担继续落实 两个确保 及时将治疗新药呢 立入这个支付范围的 那帮助实现这个疫情防控四组 继续做好疫苗和接种费用保障工作 配合相关部门精准提高 提高易感染人群的接种水平 持续拓展线上服务 渠道做好医保服务 那就是令到疫情期间就不打 不打折 支付不中断 服务不聚集 今天相关的股份也有向下 如果你看过219度复升 之前不是刷得很厉害的 那之前应该是用35.5 这个支持位 其实破了几个 最短点应该38 38-35 那应该破了两个支持 还有升得最 3月开始 升得急的上升轨就已经破了 那今天B字 B字尾股 B字尾股 一向就再波动一点 也涉及相关的消息 还有如果以衣着相关行业来说 他们的复工似乎未做得那么好 暂时就是比较重要的科技硬件 譬如新农元赤 他们就有个出先 就开始这个币环生产先 还有各别有些高端制造业 可以是做到一个币环生产 暂时来说 整体上其实大市都继续偏差一点 个别今天有一些资源股近期都强 个别有些股份 譬如是福瑶玻璃 什么都是他今天的表现 升7%保31.5% 他就首季赚8.7亿人民币 上个星期四又弹 放完价之后又开出来 也是跑营大市 首季正利润按年增长1.9% 8.7亿人民币 期内总营收按年增加15% 不过虽然好像今天都算 市跌成这样 他都升到7% 但其实都完全未转小 33.5毫升上去才有些机会 对了 放水 如果看过往的数据 就是降准放水这些 其实就一半半的结果 有几个统计 放完之后 多少日 但是平均上来看 一半半 究竟放完水之后 升还是跌 什么意思呢 一半半 其实那个correlation 未必很大 未必放完水之后 或者立即升到这样的统计结果 或者其中一个可以参考的 就是这个70年代 因为你说到 现在通胀 滞涨 如果参考那些 就似乎未必是很臭效 那个放水 还有这个也是 首先他们都承认了 现在那个环境是差 当然香港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你参考就是 很多的资助 其实未必是禁市场 有一个自然自行的调节 你本身 它根本没办法正常运作到的时候 你放些水 其实都未必刺激到很多 还有大家之前都在预期 有相关的这个情况 你或者放水 而比较可以想 是不是你好一点的办法 可能都去一些 找增长 即是基建类别 那些才可能有些的 衷劲 因为本身 现在他们 那个政策的方向 就不是太喜欢太泡沫的东西 所以现在倒的那些 很多都是之前 其实升得太多 都要看回 究竟国策的方向 暂时市场都继续疲弱一下 我们现在去到广告 稍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看在YouTube上面 Nora说 三一三四 要不要进入呢 说到 要去想国策 买港股就一定 国策都 你见他 从来这期都很少去 很多行业都有进行整改 比较少去针对 光复这个行业 而且 现在又有能源危机 大家都要想 是不是加大发展新能源 应该国家 都会持续想发展这一件事 只不过就是 如果光复来说 光复算是上 它都是 好像刚才说的 很多升得高的 今年都力有不敌 反而是一些 搞经济类型 传统类型 商品类 无论是美股型港股 都是这样 那些走回来 而新能源 如果你要去游 这个收水 加息 缩表 这些 就是美国那边 整个这个里面来看 那 新能源始终是一个 不算是盈利稳健 要么就很高PE 股值是很高 甚至有些都亏损了 这样的里面 就比较没有那么有利 而 资金又的确是上 应该过去几年 应该二零年 二零年放水那年开始 二零年到二一年 是炒得很热的一个板块 今年就似乎还未炒得回 以三一三四来说 今天弹回一点 但要去到转细 就很远了 这个其实很远 即是美 10.7 那就是不用看 那就是的 如果它破不上去 转不回 那有机会就像上次那样重复 即是如果你二月的时候 问我 那我应该会说 起码先破十月的顶 那你就不要去这样做 你就 亦都是避过了 应该就不会骗了你进去 那所以是 寧愿是 哇 会不会是真的 真的见底的时候 买高了先 就好过去 去做太多薄见底的东西 那 亦都可以参加 这些是一个 整个单线来的 都很明显 那就是弱势反弹 都很明显 这个板块 但就真的未转小 那如果说 看看它的持仓 究竟是怎样的情况 那它三大持仓 应该第二 还有只中环 那就是阳光 通威龙基 那接着中环 这三只头四大 那可能这些次序 会有不同 之前开头看ETF的时候 就是这三个 那阳光 你看到 这个日线图 那都是 破了底 破了底之后反弹 不代表见底 这个很简单的 技术上的走势 就是破了底之后 反弹 不代表见底 那就是因为 看回整个频道 不要只看一两天 那就是 那就是 龙基也是这样 龙基好一点 就没有破底 因为它没有走得那么厉害 那通威也是 那叫做 没有破三二月的底 那那 那为何阳光这么厉害呢 那 那 那 其实因为阳光 才是最厉害的 它本身都不是第一大持仓 所以现在它跌了之后 那些牌位可能有不同了 它之前是 因为升得太厉害 所以才变成了 它的三一三四的第一大持仓 所以现在就完全下来 变成了 ETF很大程度上 是靠阳光电源拉上去 所以阳光落它 都落得挺厉害的 走势 走势比较相似 你看到 另外那两个 和它走势就没有那么似 都有关系 因为都是同一个板块 但是真的 拉动得更厉害 就是好像 恒指和腾讯 可能比较 会跟着更多 它始终是 三四三四的第一大 曾经 现在 就算它现在跌下来 都是头几了 这个会影响大一点 对它 好了 都是一些胆仓 三八八 阿Leo说 三八八 吃光了 三月十六之羊 追落下一个位 是不是看三二二呢 这里下一个 应该是 是看三二二 即是三月十五号 底 即是那个 万八底 什么政策底 那些人是否叫做 怎样都好 最重要 就是看着那些阻力位去 一直推下去 你就会见到三八八 不知道你多少钱 都是一样 那应该呢 逐个阻力 用来做止蚀止站位 那你就应该一路可以这样推下来 那现在 摆最近的一个 的止站位 应该是三八三十四个四 那就是 三八三十四个四 你不穿 你就可以去 去继续持住它 最短线在这里 就是小事图 因为这个是小事图阻力 就是三八三十四个四 下目的目标就是 你刚才说的三八三十二 那 Fionn就说 中国船坡租赁 跌市升 怎么看 那船仔股是 是一个 现在跑赢的板块来的 但是它缩了很多 跌市升 可不可以 入 嗯 现在升四个百分比 都缩了很多 两个升幅 那就略嫌有点看看 会不会比较高位 你不如先看一看 那整体上来说都可以的 也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防守位很远 如果现在要订 一个一毫半 这个已经是简定的 那 那如果你明天站稳 一月的顶 明天站稳一个二毫半以上 你就看半天 站稳一个二毫半以上 你就进 那就用一个一毫半 一毫半做止损位 那三 Terry 就有一些 就是现在的稳增长的类别 那 那 基建铁路类型的 和资源类的 那几个厚紧 包括就是358江西铜 好没有追 都 其实 这个应该都有去 跟进这一只 那那个破位应该是13.64 就应该破了好几天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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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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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的,12.94%做止蝕位,想看著14.8% 如果拉長的走勢就390 390也不算超賣,但這個情況也不想追 但又是想進取的,想做的,沒事的 有時又不算太過爆棚,真的不要追 如果要追,4.97%做止蝕位 1109要不要走 109,可以多看一會 37.4%做短線防守位,37.4%做止蝕位 OK,都算欠手 這個應該是,你都可以聯想一下 這些鋼筋放水會不會比較有利 來房、基建等類型 它算是這個板塊最硬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其他 因為它就少了這一重債務問題 少了一重憂慮 相對在這裏會比較受資金吸納一點 3.4%說,終於到21000 首持恒指和科指淡倉 應該如何是好 恭喜 這期都是比較,港股看法都比較偏淡 應該可以這樣 跟剛才你推出3008都一樣 應該逐行生指數期貨 這個是小時套 逐個頂看下來 這些頂就是用來幫你一路一路推低你的指賺位 這些阻力不升穿,阻力就不用走 那你就用這些阻力作為一個平淡倉的訊號 指洩也好,指賺也好 那現在呢,期指應該是21169 21169 這個就做淡倉的,恒指淡倉的指賺位 那個科指 科指其實都是一個完全向下破的形勢 這裡應該是一個阻力找到4208 4208做最短線的指賺位 真的阻力就遠一點 就是4344 那這裡兩個關口 即是連第一個都升五圈 就更加是可以拿著它先 你捕捉得最緊的就在4208做指賺位 那整體上這些膽倉都是繼續去拿著它 即是升五圈阻力就繼續去看淡 因為這個已經是小時套 你就再捕捉得短線一點的一個做法 那Vionne說 那內銀股呢,是否不好入呢 那看看它們自身的形勢 因為整體上來說 今天都被招行那邊就拖累了 見行破了五個八號三就不要入住了 小心轉向下 除非它破了這個頂 五個九號半 除非上回來 那1658 1658就好一點 它那個低位承接力度是大一點的 那這兩隻 1658比較好一點 6.64 突破6.64 站穩6.64以上收 才進入 那用回今天開市位做指銷 那暫時未突破到的 這個突破是你用來做買入訊號 所以暫時你可以等這個買入訊號出現才好入 那由儲房的確是比起其他 它比起其他內銀是強一點的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 它的借貸比率比較低 借貸比率比較低 就是如果你現在去怕 當然你說真的有些壞賬 不會說這些大的銀行 其實不會說很大件事 但是都會有些影響 價格有時候會反映一下 那如果是怕這一點 那相對上由儲巷因為借貸比率低 這些壞賬上的風險相對就會比較低 好 那2255 King Hong Kong 他講起225海昌海洋公園 剛才我們都有關注到 爆升得很厲害 升成11%的 那近期究竟有些什麼消息呢 首先就說去年 經調整利潤就是大幅減規 那新建項目就是符合預期 那帶來收入增長新區 動獲 有一些評論還說 看好輕資產模式擴張前景 但是如果你說是看回它的一個 即是它有打造IP 照這樣看 現在呢 這個PE去到多少呢 19倍又不算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它 這個拉升幅度 不單是單日升一成 其實它拉升幅度很急 那現在這麼超賣呢 RSI去到78 那就是一般超賣就不要入了 那如果你看回過往的情況 那個資金的驅動力度 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我都看看它今天的成交額先 它今天成交了1.9億 1.99億 昨天就1.4億 它有時候只有幾千萬的 這個成交是 資金上是流入為主的 但是的確今天拉得很急 就不要追著 就算是臨到 還有呢 它現在來說 那個市值都有 都有200億的 那叫做有過百億市值 但是呢 它之前是由5毫升上來的 你看回呢 它在 它升得很最急 是 21年開始 大約是在 21年的下半年 就是去年下半年 就由這個5毫升到去5元 就是升了10倍 究竟這個增長是多麼厲害呢 成10倍這樣升 所以這個就是 它現在200億市值 即它升10倍之前 其實只有20億市值 就是一個世界股 類別這麼急 這樣拉升 這裡就要小心 不過如果你說 你打算是純粹看周勢炒 你不理其他東西 你覺得跟著跟資金炒一轉 你可以這樣想的 但是呢 如果這種做法 就更加也不要在它 升到那麼急的時候 進入 那就等待有個調整 這樣才進入 好 那 阿菲安還有一些心水 就是水泥建材 穩增長 是不是有些 有些推動呢 降準防水 暫時沒有的 我想呢 也是因為 之前都炒了 應該炒了這件事 很多時候這些消息落實之前 其實市場就已經炒了 反而消息出來已經是 因為股票市場很efficient的一個市場 你的消息一出來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很立式 已經反映了 所以有時候出好消息 就未必再有得罪 反而出好消息 反而股火 那現在這個就是 41.8毫半反而落 反而反而酸了 就變了 是不是都在調整呢 那3323就情況差不多了 算是好一點 都破破地了 10.36 看看明天上不上 10.36 那所以就 這個板塊都可以等下先 就是 388就一般 就不要入住了 剛才有觀眾正在問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都還是很弱 現在 其他科網股來說 都是 比較保守一點 這個取態 因為其實市場就不算好 尤其是一些沒有什麼營利的 科網股份 那個影響就更加之大 你小心 尤其是它本身都是比較急升急跌 這些呢 就在市好的時候就很炒的 那市不好的時候就要更加小心一點 那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明天早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